《联络员》Z.E.O是一部由日本导演山田杨次指导的电影 于1997年上映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景尚靖的小说《蛮Uni-Jai》 并获得了1997年嘎那电影节的最高荣誉金棕旅奖 影片讲述了一名男子叫做山本由渡边迁饰演 他在出狱后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他通过开一家小型蛮鱼店来维持生计 山本寡言少语 与人保持距离 但与一位热心女性联络员光子由吉永小百合饰演 建立了特殊的友谊 光子对他产生了好感 并且试图帮助他重新融入社会 然而山本过去的秘密逐渐被揭露 包括他过去的犯罪行为和对妻子的复仇 电影展现了他如何在面对过去错误和新生活的挑战中 寻求救赎和重生 联络员以其深刻的情感和对人性的描写而受到好评 导演山田扬次以他独特的导演风格和对细节的把握 刻画了电影中角色的复杂性和内心世界 渡边迁和吉永小百合的出色表演也为电影增色不少 这部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可 特别是因为其情节和表演的质量 它是日本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代表之一 也为导演山田扬次赢得了国际上的声誉 联络员被认为是一部值得观赏的作品 以其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入探讨而受到赞誉